请 方老板 请 好 方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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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东家 您今天可真帅呀 方老板 朱局长 我就知道你今天 肯定会过了 苏州商界的聚会 我怎么会不来呢 好啊 咱俩今天好好聚聚 一定 好 北野顾问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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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各位来宾 诸位 我十分荣幸能参加这次商界的晚宴 借此机会我要宣布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我们破获了共党在苏州的地下组织 并缴获了一部电台 共党在苏州的头号人物也被缉拿归案 我们破获了共党在苏州的头号人物也被缉拿归案 我们破获了共党在苏州的反日力量 遭到了重创 任何反抗皇军 反对大东亚攻荣的行为 都是自取灭亡 下面我们有请一位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布 conditioned赞 订阅 纱利 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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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去的地方 他的尸体 已经被挂在了城门上了 这就是 不跟皇军合作的下场 望你们引以为鉴 方老板 秦宫宴才刚开始 走得这么急啊 于小姐好像脸色不太好啊 最近苏州城里 出了那么多事情 闹得人心惶惶的 而且北野顾问那么一说 女孩子家难免害怕 也是 对女人的怜香惜玉 苏州城里方老板 是首屈一指 大小姐对你好像也没死心吧 她死不死心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这么大的秦宫宴 少不了你朱局长 失陪了 你真的失望 你那不让你 呀 你吃我 你吃你 你吃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告诉吴良贵 这是他投诚之后的第一个任务 不能处任何差错 我把徐大夫的尸首挂在城门上 就是让那些共产党无法忍受 多等一秒钟 对他们来说都是煎熬 所以我断定 等不了多久 他们一定会行动 人都已经死了 共产党会让那么多的活人 为死人冒险吗 这就是他们的厉害之处 意想不到的事他们都会去做 可是现在唯一不能确定的 就是共产党的行动时间 人数 武器装备 那边我已经吩咐好了 让吴良贵二十四小时执行 武器弹药什么的也都充足 如果正面交起火来 我保证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不留活口 只要有人挤走尸体 就地枪毙 是 是 这就是我的全部计划 都记清楚了 清楚了 回去告诉古三 这次行动不用带任何人 好 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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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定安排好了 今天送你离开宿州 为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 因为今天晚上 我要接徐太夫回家 你什么意思啊 那可是我父亲 这次行头怎么可以不让我参加呢 可你也看到了 城门口有那么多敌人 更棘手的是 这有可能是个陷阱 一旦暴露了 谁也回不来 方元 你冒着这么大的危险 去借我父亲回家 不让他受到侮辱 这点我很感激你 可是作为女儿 在她活着的时候 我们父女俩为了完成任务 不能相任 我从来没有孝敬过她 现在她不在了 这是我唯一一次 能为她做点什么的时候 即使为了我父亲去死 也是我这个女儿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 这次的任务我必须参加 好 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要求 你只能在制高天 用狙击枪协助我们行动 不管我们成功与否 哪怕我们全部牺牲在你面前 你也不许露面 更不许救我们 为什么呀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 这也是徐大夫和胡安最大的心愿 都要保证我 不许露面 我们不许露面 你不许露面 我必须和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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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处 在美手 走 接着 走 走 走 按计划行事 走 快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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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怎么暗 雨下那边用狙几枪能行吗 再等等 一把他插之后 一把他插出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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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开 别让他们跑了 给我狠狠地打 掩护我 打 打 来 好 不 不要杀我 别 宝儿 别杀我 别 供党下手可真够快的 徐大夫的尸首挂炸还没过夜 就被抢走了 这个吴梁桂恐怕是天底下 最短命的特别行动队了 举所 咱们当然得高兴了吧 吴梁桂这小子要是不死的话 过不了几天就会跑到咱们头上 拉屎撒尿 北野打算用徐大夫的尸首当诱饵 把共产党一网打尽 现在尸首没了 北野能让咱们好过吗 军佐 为野太郡的职 这真是和王军莫大的耻辱 老师 除了用枪打死的 还有这个 你看 吴子虚的公奴 失传两千多年了 我没想到他们会用这个来暗损皇军 老师 我觉得凶手应该和偷袭军后护的是一伙人 朱利文 不动 公党分子如此猖獗施你们的失职 我嫌你们三天之内尽快破案 否则军法充实严惩不得 是 不能光明正大料理您的后事 对不起 这是您最爱喝的碧罗春 女儿给您带来了 徐大夫和我说 你是他唯一的亲人 我们工作兴致特殊 越亲近的人 越容易遇到危险 他也想念他的女儿 但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克制自己的感情 只有克制感情 才是对自己最珍惜的人 最好的保护 他非常爱你 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父亲 也可爱你 叫一声爸爸 爸 爸爸 爸 妈 儒格姐 出大事了 干吗呀 大秦早就一惊一乍的 昨晚虚门出事了 成龙上挂着的好多尸体 都被抢走了 而且还死了好多的鬼子 和别动队 对 听说是吴子虚还魂 前来报仇的 什么吴子虚还魂哪 他们就是借着吴子虚的威名 把那些鬼子兵和汉奸给杀了 儒格姐 现在城里面好乱 到处都在大搜捕呢 少东家 大小姐来了 在后花园等你 我知道了 你先上去休息吧 少东家 把一切都告诉陈医生吧 为什么 我父亲死了 无良贵叛变 我们在苏州的组织遭到重创 已经在生死存亡的边缘 现在 又面临着策反禁语堂的最大难题 具体的事情陈医生虽然不清楚 但是你在做着非常危险的任务他是知道的 你还记得吗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跟你说过 在适当的时候 在适当的时候 组织上会同意你向陈医生表明身份的 他是指的我们信任的人 但是我隐瞒如隔 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我知道 你跟我父亲一样 不希望自己珍惜的人受到危险 可你也应该知道 被蒙在鼓里的人有多痛苦 别像我这样 面临生离死别 连数据心里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先上去了 如歌 你来了 许门的事是不是你做的 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啊 行 你不说是吧 以后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徐大夫是抗日英雄 我不能让他的尸体挂在城门上 被敌人侮辱 你终于承认 你是苏北那边的人了 是 徐大夫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们接受新四军总部的领导 是 黄晏 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苏州 全城都在素顾你 我走不了 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未完成 还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 我 鬼子充起清香计划 苏北危机 我们必须组织 我个人的生死 跟任务比起来 根本微不足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们希望靖与堂 能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能在战场上起义 掉转枪口 去杀鬼子杀汉奸 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 所以 我要去策反靖与堂 策反靖与堂 他的师父就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 你现在赶过去 不是引起北野他们的注意吗 现在情况太危急 不管有再大的危险 我都必须要去做这件事 否则就是骨肉相残 成天上晚的通报 会死于这场战火 这种亲者通 愁者快的事情 不能再发生了 那就是说 你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 是吗 对不起 我只能说 一切必须以大局为主 我 我没有办法牵手 我没有办法牵手 我自己心爱的人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不够 什么都别说 自己注意安全 不要你活着回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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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昱 来 姐你不用喂我了 你看我的手 好多了 obs 薄糊瑄来都好多了 他今天还跑上街 给我买桂花糕了呢 姐 姨姨 你是不是在想方少爷 没有 看你的样子我就知道 玉萍姐都跟我说了 是方少爷把我和玉莱救出来的 我们之前误会她了 所以我们俩想着 要找个机会跟她当面道歉 你说 明天行不行 要不就明天 她最近没有时间 回头再说吧 对啊 姐 你们俩应该已经和好了才对啊 那你为什么看起来 还不太开心啊 行了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啊 最重要的就是和玉莱 把身体养好 姐 我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在别人眼里 玉莱胆是小 但是她可以豁出命去救我 那在我这儿 她竟是英雄 我说 我希望你幸福 我知道 方少爷就是你的英雄 有这么好的人爱你 你干吗不高兴啊 如玉 如果孕来她想去参军打鬼子 你怎么想啊 我肯定会舍不得她 也肯定会担心她 但如果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那我不会反对 我会为她骄傲的 不过说真的 如果玉莱去参军 那我就跟她一起去 虽然我不会打仗 我可以当战定护士啊 我们俩一起抗日 同生共死 这才不枉我嫁她 她娶我 夫妻一场 你 她是一个人 是这样的 我会去认识 我判断了 我不是说 你 你怎么会 我愿意 我偷渡 我 你我说 我会被子 我 我会被人 我跟她 我要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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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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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